不管是江火腿 蝦米等八種料塞入雞之中 燉煮而出的八寶富貴雞 還是軟糯香Q 迷人的荷香蓮子 干貝米糕 一或是味道鮮美醇厚 只求保留食材精華的 上湯薄跳牆 以及料多豐富 新甜滑順的紅燒海鮮羹 一道道台式美味 簡直吃進山珍海味 讓人光看就快要凍鬼屌 看卷龐大的年菜商機 有業者特別打造出 這四款澎湃年菜 板特一直都是台灣南部 很重要的文化 在台南唯一的一家五星級飯店 他們每年都推出 非常厲害的年菜 今年連鎖超市跟五星級飯店 連鎖打造設計了四款 高CP值五星級維爐年菜 高CP值真不是較假的 道道高檔食材 卻是平民價格享受 都是因為結合了五星級飯店的優勢 我們飯店其實有集團的延伸餐飲優勢 在台南這邊 其實不管是在地的浮城阿社宴 然後到後面我們在2017年 也得到了客家廚藝餐宴的冠軍 這次選用的這個富貴雞 其實就是以阿社宴中 傳統的布袋雞的概念 然後去做一些衍生跟演化 然後讓大家可以吃到 就是在全台灣的民眾 都可以吃到我們 飯星級主廚的這個好手藝 將香菇 火腿等八種食材 以大火爆香翻炒 融合香氣後起鍋 等待食材冷冊後 再將這統稱八寶的餡料 依序填滿整隻雞 塞起來就是很飽滿 賺錢滿布袋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含意 然後再衍生層回來 我們就慢慢地把它開發成一個 裡面塞了八種料 那再做成一個富貴雞的形態這樣子 那也象徵得 我們難免能夠富貴有餘 不只淤衣機香 在繁複製程下 燉煮過後的雞 外表看是完整的一隻雞 但從中間化開 立頭大有學問 豐富的八寶餡料 傾線而出 使湯汁倍增鮮香 雞肉軟嫩 湯頭濃郁 多種食材套疊在一起 吃得到多種截然不同的滋味 但要做出這樣的美味 耗費的時間精力難以想像 有經驗的工廠 反而能讓製程失敗功倍 它那個香菇 它是有餵過之後再炸 還是直接炸 我們先餵鍋 然後先再炸 是 對 這樣的話比較好入味 工廠內有五星級 飯店主廚親自到廠坐鎮 從食材的先度到品質控管 甚至到簡單的配料 每個細節都嚴謹監製 我們確保他們的用料 跟他們的份量 都是能夠足夠的 讓消費者唯之驚嘆說 原來我可以買到一個 這麼好的一個產品